特首李嘉超19号发表新一届特区政府的首份施政报告 在公营房屋、中小企、长者照顾和教育方面 推出一系列措施和规划 在公营房屋方面 政府将推出全新简约公屋 未来5年兴建约3万个单位 将公屋轮后时间封顶 在4年内降至约4.5年 同时新建单位的面积封底 实用面积不可以少于26平方米 落实公屋提前上楼计划 以分阶段建屋方式 加快落成部分公屋单位 预计未来5年有约12,000个单位 可以给市民提早约3-18个月上楼 在中小企方面 政府将加大BUD专项基金 和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资助额 累计资助上限分别增值700万以及100万 延长预先批核还试不还本计划6个月 继续减收非住宅用户75%水费 及排污费8个月 及宽减75%政府储所租金6个月 在长者照顾方面 恒常化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 并增加50%名额至12,000人 未来5年新增16家长者轮舍中心 扩大医管局的离院长者综合支援计划 名额增至45,000人 其中家居照顾服务人数增至11,000人 低收入家庭照顾者每月生活津贴逆行上方 每月金额由2,400元增加25%至3,000元 长者医疗券计划将容许夫妻共用 并扩大适用范围至听力学家、营养师、 临床心理学家及言语治疗师 亦实施为期3年的先度计划 医疗券金额会增至2,500元 长者使用至少1,000元的医疗券后 增添的500元会自动发放至其户口 政府资助中医药门诊服务的名额 增加至80万个 在教育方面 政府将提供一笔过共6,000万的拨款 协助所有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 校正电子化及提高效率 另提供共3,000万拨款 资助参加幼稚园改善校舍的通风状况 中小学大力推动Steam教育 初终课程加入创科元素 专上和职专教育资助学雅增加 资助研究新学雅逐步增至2024-2025学年7,200个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 增加1,000个智资高级文贫资助学额 和2,000个智资学士学位课程资助学额 未来5年内 有35%的本地资助大学学生修读Steam学科 以及60%修读八大中心相关学科 首份施政报告针对香港的方方面面 都作出规划及措施 在力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为未来制定方针 大家又怎样看呢?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